来 接下来有请三位站到我面前 来吧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选择心动时刻 华尔教在男嘉宾的手上 有请三位背对背上好 应该选择二号 你们也应该给他撮合撮合 让他选二号 有些杂事他不是说一见钟情的事 他肯定他还有条件跟着 好的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看看日常生活中两位 有没有这个相同的地方 也是同时告诉我答案 喜欢咸口还是甜口 喜欢大部分东西 两人都没有在我这里选择 答得好 太默契了 两人是意外的一致 意外的一致 闹结了 是喜欢登山还是喜欢海边 一二三 海边 对 对 让你一块儿 谁让你可这评价来了 你不老师那跟着打梗 你回答正确 就一起 默契 你也喜欢海边是不 哎 最后一个不许说你对他对的了哦 那都假的故意的了哦 就是旅游的环境你们更喜欢那种阶梯气的田园生活还是喜欢那种高档似的城市的繁华啊 一二三 乡村 对乡村 什么老漫半盘呢 那就商量的来吧 他的东西可以不要 我们两个人合一合去怎么好就怎么做了 那你不能说绑定我二叔 我二叔这人老好人 嗯 你要商量的话一般都挺媳妇的 对不 二叔你觉得我说这事有啥毛病呗 没有 那二叔你记不记得这事咱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呗 二 完事了啊 这一看也不像两口子了 这两头不乐意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这不采业是吧 采业是吧 好赖你也吃啊 妈妈关注一下是哎呀你等我回去做吧 要么你怎么怎么的 你没有情绪的起伏 没有 所以很少 很少 还是喜怒不行于色心里边很生气表面上不表现 对 那谁知道啥时候生气了 你跟你媳妇之后 你爸也没有什么生气气 两口子过这都 那你不生气咋跟第二人离了呢 你现在做的地方好像自己做 啊 做熟就行呗 我想退一步就不用完事了 一请选择 二 一请选择 好请三位来到身边 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是 还是没有演员 没有演员 您是说想找一个好看点的吗 身高上有要求吗 没有 嗯 那是你说的演员就是稍微要好看一些是吗 漂亮 那倒不用 嗯 身体多少胖一点 嗯 身体多少壮壮一点 胖一点 您要想胖一点圆溜的那种感觉的是吧 那倒不用太胖 嗯 眼睛还不要掌握 这胖一点也不行 太胖也不行 啊 当然这男嘉宾说了 这演员 演员没想问的 这个不知道 这个 不是说漂亮就是演员 就是人看入眼的是不是 对 来吧 四号女嘉宾的原因 我没写 不知道我 啥玩意不知道啊 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喜欢对方的话就可以转身 您不知道要转身是吗 你看好对方吗 考虑考虑 就是说现在你没有考虑好 不可能为对方转身是吗 原因是啥 你不不了解 港人是什么 就刚才聊过这些 就比如说有人给你介绍对象 说他这人行不行 你的回答是不行 不能接触 不能相处 是不 是这意思 你嘉宾你现在很危险 我跟你讲 你现在依然沉浸在对你丈夫的思念 你现在好像都屏蔽外边的世界了 你都不知道你该找啥样的 不会了 是不 你现在必须走出来好吗 你这个状态 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他没看上他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 对吗 其实姐姐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原来的那段感情特别美好 将来我们要再找一个新的感情来到身边的时候 并不是等于对原来感情的背叛 你并没有对不起曾经对你好的那个人 因为什么 之前的那一段感情永远过去了 你要勇敢的面对今后的话 你才能够很好的切割 所以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是自个想来的 不要有朋友给你报名 因为你太糊涂了 照啥样的字都不知道了 好 来二号女嘉宾 时间短 不了解 其实为什么抠字 抠脑地问大家为什么拒绝对方的原因 就是从这个拒绝上面 我们才能看到你不想拒绝什么样的人 这样才能明确你寻找另一半的要求 这样电视机前呢 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非常了解 他适不适合在场的几位男女嘉宾 好不好 来了 非常感谢几位的参议 谢谢 再见 哎